大概三十五六歲左右 三十五六歲就發現這個狀況 那您一開始發現自己有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您在心裡還有您有沒有實際做一下什麼樣的一個補救行為 有有我剛才知道的時候其實心裡面很沮喪 然後我有去上網查一些資料 還有使用過房間一些其他的樣的 但是效果沒有很好 那您老婆知道這個事情嗎 他後來發現了 他後來還是有發現 對 他後來還是有發現 那我們想說勃起功能障礙 實際上最近我們的醫學的研究發現 實際上他是跟心血管疾病的相關性非常高 剛我們講過了 實際上如果完全沒有心血管毛病的人 可能他五十歲的時候可能只有百分十五十 可能有勃起功能障礙 但反過來如果他有心血管毛病 包括心臟的血管堵塞或者說高血壓等等的話 他可能會高兩倍到三倍以上 代表說尤其是病血看起來是這樣子 那反過來說我們是要說兩個都需要血管 任何的器官他要活下來還是要血管供應血液 那我們知道說好像陰莖的勃起肌原的血管 其實這樣是比心臟的血管還要細 還要細的話為什麼我們說這個很重要是說 萬一他已經有心臟的毛病 他會胸痛等等 代表說實際上他更早期應該 我們說的陰莖的那些血管堵塞已經更嚴重了 那從這個角度來說 如果他先有勃起的問題 早一點來檢查 那我們可能會早一點發現說 他可能是高血壓沒有控制 膽固醇太高他不曉得 等等會造成他說 他勃起了先有問題 那我們先處理好這個的話 實際上他就不會跑到另外一步說 造成後續的一些心肌梗塞 中風等等 楊瑋是個精神沒有錯 像楊瑋我們現在發現是很多毛病的精神 實際上在我們的門診裡面也發現 不及心血管毛病 甚至糖尿病也是 現在我們發現很多二三十歲的男生來 他是勃起困難 實際上很多信仰他不及其他糖尿病 所以他知道他爸爸或媽媽有 但是他不覺得說他直接有 因為他信仰他早期他沒有症狀 也不會什麼不舒服 是大吃大喝的 那我們有時候看到說他有勃起困難 這麼年輕的勃起困難有點異常 那我們有時候問一下他爸爸媽媽好像有 那我們知道糖尿病是有遺傳的 然後很多時候 我反過來發現他真的得了糖尿病 再反過來說為什麼是說 勃起困難障礙是一些很多慢性病 特別是三高的一個警訊 年輕人去西巷我們看起來是有的 就好像以前我們說是四十歲以上的男生 西巷他得勃起困難障礙 可能不到百分之五 那現在在我們糖尿病院我們發現說 我們來疹的病人裡面 現在已經高到百分之五左右 就是說一百個一定有十五個 可能是四十歲以上 上級有些更低的二十幾歲就有了 那當然是原因很多啦 包括一個的話就是 現在的慢性病比以前更年輕都發生了 就好像糖尿病來說 可能以前大家吃的東西比較健康 雖然他遺傳 但是他不會這麼早發病 差不多四五十歲這個病才跑出來 那現在的話他可能吃得太好了 吃得太好可能二十多歲的話 這個病就爆發出來 就好像說我們以前在 我們以前當學生也發生過這種事情 就肥胖 好像以前醫學生很多都想逃兵疫嘛 逃兵疫最簡單的方法 就好像說要吃胖對不對 實際上我們好像在台大當實習醫生 我們發現我們同班同學 吃胖逃兵疫 我們那接有兩三個後來糖尿病都跑出來 代表說這種食物的肥胖 實際上對那時候是一個很大的集訊 那當然除了這種慢性病的話 慢慢增加之後 實際上我們也發現說 現在的人性行為比較早 所以可能以前很多二十多歲結婚之後才有性行為 才發現說有國旗的問題 現在因為性行為比較提前的話 所以他跟你朋友不行的話 他就會緊張 也知道說這個病下是可以很好的治療的話 所以他就會早點來看 所以我們發現說 可能很多原因造成說 為什麼國旗功能障礙的話 年紀有下降趨勢